中路可能會有比較多的2打2肺體 又或者會有些Gank出現 我都不知道 要看下去才知道 暫時看到 HKA這個全新的陣容 究竟會帶來什麼新的衝擊 看到4個人HKA 在對方的紅BUFF入口那邊 而對方沒有眼 結果兩隊似乎想做一個交換的程度 G4GIM 由上方上路的草叢裡 嘗試進入對方野區 偷對方的紅BUFF 而HKA 直接在紅BUFF上中路的入口那邊 走到等你 究竟哪一隊會先回來呢 如果一個人FaceTrack 就肯定是實死無疑的 究竟兩隊會有怎樣的處理呢 要看完才知道 其實蒙多剛才也說過有TP 究竟他會怎樣用呢 可以在上路偷完紅BUFF TP回到下路1打2 不是大的問題 龍女 不過不是說太賺 但是要看到底怎樣處理 或者怎樣去利用這個TP 看到HKA的龍女其實已經回到上路 看到同時這個 那個 看到其實男隊那邊已經插了一隻眼 在這個紅BUFF 那 龍女會不會這樣走進去草叢裡呢 但是其實G4GIM那邊已經打算 直接吃她這個紅BUFF 但是其實龍女已經看到了 也通知了隊友 就打算一個去打兩個 而TK就繼續跟這個Jungle飛艾 換血 那就能不能換到呢 這個閃現非常不錯 龍女只剩下一滴血了 飛艾回到最後打一下 結果呢 憑著一支紅水 成功拿到一個手殺 但HKA為自己拿下一個手殺之力 亦都幫了這個 飛艾拿了對方的紅BUFF 那麼李星呢 其實都吃了對方的紅BUFF 那麼就叫做 在Jungle方面影響不算大 但是對中路來說 影響就非常之可怕了 不過呢 由於這個HKA要去幫Jungle的關係 雖然拿了手殺 但是呢 被人推了一些小兵 結果令到 古拉格斯先升上兩層 反而給他一些壓力 那就非常之奇怪是幾件事 那 我相信都不是很大問題而已 那反而我覺得 剛剛買TQ 一個打兩個 其實 差一點是真的可以換到飛艾走的 只不過是 隊友的cover 這樣就未能成功擊殺這個飛艾 但是就 令到 這樣會不會壓制住他呢 其實呢 這個Gang非常不錯 亦都令到Anne加出了一個閃現 那 說回剛才那個Lv1的問題 其實看到 上路呢 因為 龍女死了一次 萌多好早到入了線 而且吸到那個人頭的經驗 已經3Lv了 那 對龍女來說 不是一個好事 因為本來龍女呢 是可以很容易壓制到這個 萌多 早期 因為始終不是很硬 而且攻擊力不算很高 還要 放幾個時候 扣自己的血 那 不過呢 因為這個Lv的差距呢 那 令到萌多 似乎有一色 有一刻的喘息空間 那 壓力呢 比平時呢 可能小了一點 不過中路方面呢 由於Lv比這個志華零先了一點點啦 所以呢 那個壓力呢 反而變回小一點點 那 真的有點奇怪 那這個時候呢 見到呢 萌再次找到這個李星了 那 打了剩下半條血之下 逼了他開一個插眼W 飛落龍圍 那 那就回到自己爺 他不再給機會 你Count一下我的Jungle 是啊 那 就見到其實 都沒有說 Jungle雙方都沒有說 去 說太幫哪條路 反而都是 盡量吃多點野怪啦 然後等自己的level 提高一點點啦 沒錯 那其實下路來講呢 那其實 如果 知道雷歐男沒有了個Line 那我覺得 Annie會比較 可以偏向壓制他一點 因為始終Annie手 守場 而且是員工 那 就 不適雷歐男可以走過來 打你 沒錯 那也都 開始見到龍女 那隻英早期那個 的恐怖之處啦 巡冠輸一level 都可以壓住蒙多 而下路方面 剛才都講過啦 根本都不需要太擔心 CX已經贏了 十幾隻 不過 是五分鐘而已 非常誇張的一個數字 如果是十幾分鐘 五分鐘的話 都只是出了 半分鐘出一波 非常之小 都是 接近十波兵了 都已經輸了這麼多 CX的話 非常大的影響 對嗎 看見PASA都下來了 就下來了 吸一吸經驗 然後就B走 因為始終剛剛拉過一下 PASA都還未說好到位 好啦 我們也看到一個很特別的狀況 贏了 FIRSTBUT的G4DREAM 經濟上其實是輸了200元 因為你剛剛也說過 他們 即是 兩面的食兵數都是有差距 沒錯 剛才最重要的重點就是 唯一比較有壓力的中路 由於 要去支援我的FIRSTBUT 竟然令到他輸了CX 被人推線 反而壓不到這個走筒 結果令到 三條線都被HK壓制的情況 開始輸了CX 也看到下路的壓力非常大 希維爾推線的能力 很明顯是比這個 依澤瑞爾強得多 那 當然 因為始終 希維爾的兩招技能 都是一個AOE技能 沒錯 那可以無論是彈射兵仔 或者是開招Q技 好 上路這個時候PASA來到了 那會不會有機會怕到呢 那都 似乎想等多一會先 不過呢 鏡頭回來下路 安妮都很努力嘗試去保護 依澤瑞爾劍 但不太成功 咦 六level 那結果 蒙多開一個大技 暫時都可以 一個危險 這個時候拉到了下路的 伊澤瑞爾 伊澤瑞爾 血量得非常少 但是呢 其實這個PASA都吃了兩三條塔 結果呢 都不算是一個特別成功的換血 不過 上路這邊 那我看到龍女 追著這個 蒙多被迫交出一個閃現 PASA這個QQ中 但是知道她的攻擊力不夠 就決定放棄這個追擊 迫出一個閃現之後 上路塔 似乎就暫時開放 可以做到非常多的傷害 那其實下路剛剛想說 那其實 一邊呢就是換走這個support的血 而另一邊就換了AD carry的血 那GeForce Gym那邊 其實一看就只是 沒有那麼好處的了 因為始終 輸出的是AD carry 而不是support 那血量方面當然是重要一點的了 沒錯 那也看到 也看到 這個時候應該要回家 那因為都 欸 不走啊 跟大家說笑 咦 她選擇了用這個多蘭盾起手 那其實下路 兩隻support都是多蘭盾起手 其實今天 很多support都是多蘭盾起手 咦 再拉 那還未能夠拉 結果只要走過去爆你一下 算了 那叫我換回一點點血 那看到HK不斷給壓力 這個GeForce Dream的下路 那形成了22隻CF的差距 只是接近8分鐘了 即是非常大的一個差距 那真的要想想辦法 這個飛艾 那因為前期呢 最大優勢呢 就是在飛艾那裏 那裏 拿到一個助攻 再拉到這個安妮 那配合給一下Q 打非常之多 但也都被人暈住了 可惜了 這個Perhaps 開著這個W呢 加了 2.15 那加30雙防呢 完全打不痛 那結果 而且阿細呢 他都沒有 沒有什麼manna 所以都沒有說 開Q去摸一下他 那樣 沒錯 那其實呢 這個時候見到Sylvia 那安妮呢 這邊呢 manna不算很多 那而且呢 哎 竟然被人補了一個盾 不過不要緊 一個不錯的Bae 那把這個安妮捉了出來之後 到後面一個不錯的大忌渣 那成功 我們收下第一個的人頭 那結果你已經贏了1K左右了 上路賣的Q 不理的了 繼續跟你換血 利用他前期的優勢 Pasa 亦都在中路插了一支紅眼 那就將對方的一支眼 爆了之後呢 嘗試去做一個小龍的caller 那 都非常正確 因為對方下路 一隻被人逼走 一隻死了 Hegas 亦都做不到什麼 而且血量都算健康 就算Hegas 一個大忌渣下來 都不會死 那第一條小龍呢 在9分鐘 被這個HKA 首先拿到 經濟開始拉開了 好了 現在 G4G 被人壓制住了 那其實 他們可以怎樣做呢 其實Hegas CS 開始追回 究竟有什麼辦法 可以讓他們打開一個缺口呢 或者 可能 不對線方面 沒有那麼強的話 可能 可以試試打一下會戰 這樣 因為 看到 雙方 但是 問題是會戰的時候 就是擔心 飛亞打完之後 會被 走筒炸散了 那個隊形 對 沒錯 其實也是一個不錯的 G4G這邊有的 是AOE爆發 還有一些Poke的能力 但是 早期打不開優勢的Poke 都 對 可能 會比較靠癢 那 會不會令到他們 這樣 一直被人雪球呢 都值得拭目以待 這個時候拉到 伊札瑞爾被人帶到非常遠 大忌 不算打仗 飛亞在後面也都出來了 配合一波的技能之後 然後呢 硬吃了這個 伊札大忌之後 也都 瞬間死了 而 希維爾也都開始追擊 因為PASA已經來到下路了 好 PASA嘗試放第一個Q 也都中了 成功 逼了一個光盾 結果都未能做到什麼 配合一個希維爾的Q 竟然殺了 再踢了這個PASA 劈了這個家豪出來 成功擊殺了 再把Annie一炸 但是 未能夠把他炸出來 幫手頂塔 這個希格斯火的大忌 都未能夠收到任何人頭 自己也都非常危險 橫欖秘酒和一個桶炸中了 之後呢 似乎都不會再做任何的換血了 大家也都 安然無恙地 去 撤退 HK在下兩城 連我兩個人頭 還要 開始 爆第一個塔 而且 看到希格斯在找這個PASA 但是 因為 沒有眼 沒有視野的關係 都找不到他 反而 幫忙 收一收下路塔 就迫咒希維爾和 志華 阿Win 沒錯 因為 如果這麼早就被人爆第一個塔 Poke Team 就形成到他最大的優勢 那 有件很特別的事出現了 李星選擇了出這個蜥蜴掌套戰云 這個SV很常用 剛才麥特Q很兇 開大技 就探了很多下塔 然後 加了一個點燃 那蒙多 見到你加了點燃 我立刻開大 如果我不開大我一定死的了 那 就見到其實麥特Q都打得比較進取的 因為 始終龍女 這隻英雄 這隻抽來講都算比較強的 英雄 那 剛才說 剛才說 不是很幸運 去招大技沒有打中到蒙多 不然也有機會可以擊殺到 那 見到你心心不分 探了幾十塔 你去冷靜塔 見到阿楊 就交了一個大技 那就慢了 安妮 那 就把輸出 其實一直都放在安妮 但是 阿細呢 就是把輸出 都放在這個 阿楊 那 就 一個換血 換完之後 結果看到 就是 嗯 G4G這邊是換贏了 因為見到其實 阿楊的血量都不同了很多 好啦 飛鞋直接開大技衝上去 賣的Q身上 配合 上神才探殺 因為 他見到TP來的 但是呢 其實Parser就在後面 把他踢出之後 一波就輸出 其實Parser的AD非常足夠 結果呢 因為蒙多的壓力 結果都是要 大家都是要去後退 因為如果半島的話 可能會送兩個頭出去都不定 沒錯 所以都不想那麼薄 因為始終 大家的金錢 都是很多 五千多日 緊守於我們的第二第三位 沒錯 而且 看到了 HK這邊反應都非常好 看到這個飛鞋在上路之後 立即去推下路的線 嘗試繼續製造壓力 因為知道 沒可能那麼快 你又來到下路 所以就不斷開始 開技推 看到了 大家都正如 這樣說 但是飛鞋這個時候 已經反應到了 已經來下路那方面了 那 而且呢 這個G4G的上路 亦都開始製造一些壓力 結果呢 都 叫做 暫時都相安無事啦 好 那希維爾很聰明 用一個魔法護盾 去擋了 E式的大技 嘗試補回這些魔法 李星亞 吃了第二個 紅buff 已經去到九level Parser的Dajango 似乎都很不錯 那他的 幾次Counter Gang 不是Counter Gang 都幾到位 而且那些大技 踢得非常不錯 下路的第一個塔 似乎由 UKNHK這邊 拿到啦 那沒錯 NGOD 成功為他們隊友 拿到第一座的防守塔 其實經濟開始 就也是 開始拉開少少了 那就 經濟來說 就 G4G 有17K 而 UKNHK 就有21.1K 那就是一座塔 2 4 沒錯 好 暫時來說 HK這邊 真的 利用到他們線上的優勢 每一個 每一條路 都是有賺 那 連我們賽前 預期會 壓力比較大的 AWIN 這條線 都贏 正在贏 6-7的CS 但他都ROM過非常多一次 因為始終跑線的能力 都有在 而且 Jungle大風向 拿龍 推塔的節奏 都比較 比G4G 會好一點 好啦 嘗試走開 都沒有辦法 那 見到EZ開一個大技 做不到什麼傷害 那 其實應該 我想差不多 拿藍 就會準備小龍的 一個 會戰 因為其實龍 就已經 還有10秒 就已經出了 沒錯 那 也都見到 非常有優勢 因為拿著一個藍波 去打一個龍戰 當然有幫助 蒙多 被這個龍女爆了 第一個賊 亦都嘗試追擊 其實爆發來說 真的不夠這個龍女強 所以 被這個買得Q 成功單殺了 無後果之口 我相信很快會開龍 但是 竟然被人抓到 這個 perhaps 剩下非常小血 但是 竟然繼續未死 一個不錯的大技 將兩個人炸回頭 希維2 這個時候已經開著大技 成功先殺好一下 Annie的人頭 繼續去追擊 但是 炸彈仔 放了一個不錯的E技 攔著一條路 令到UKHK 無法繼續追擊 所以 我想他們會選擇去開龍 但是 對方的人 不是說沒有在 也有一隻中路 還有一隻半血左右的飛鞋 不過飛鞋 已經沒有大技 似乎 都沒辦法做到什麼 龍女把二頭推上 這條龍 是被你升 很成功的 但是 開始 又幫我換血 看到 Parser的血量 非常少 而這個Anne 也是打開了光盪 幫他擋一個 炸彈 而這個Vin 也成功 打殺了 這個飛鞋 也都見到 即管這個飛鞋 有微粗 但也是 逃不著這個 裝勁的 智華 沒錯 智華成功 走痛 擊殺了 這個飛鞋 一波非常漂亮的龍戰 儘管對方開大技 衝進來開smite 製造了很大的混亂 Parser在亡亂之中 仍然都交出一個不錯的重擊 將這條龍再次收下 金錢差距拉到7K左右 非常大的一個優勢 而上路二塔 也都被賣的Q同事爆了 非常可怕的一隻龍女 阿芬推得非常快 因為她第一件裝 已經是一件AD裝備 那就是這個 尹路王者 好啦 那 暫時呢 呃 王者 那就看到了 剛剛Vin有一個大技 就抓了飛鞋 出來 就連同這個 combo 這個support 那個大技 就成功逼了兩招 帶出來 就換了飛鞋 然後 亦都想到中路了塔 那 而且 因為這樣 就再 拉開更多的金錢優勢 而且 視野方面 亦都可以 開始 進入一下別人的野區 沒錯 那 我看到Parser 想著有熊 但是未出 沒錯 那萬一Q也都努力地包紋自己的將局 包紋自己的將局 非常 強 看到他們 每一條路都在贏 較為 生綜 打開最好 魔大得 Undi 這個 馬的Q 龍女 也有出了一位 為何 有物防 把握手 還是難眨 都馬上 美國 是 又 充個 只有 我們現在還沒看到有人斷線 我們可以暫時等一等 我們看到原來是賣得Q斷線 賣完日驗斗篷之後 又是崩潰的情況出現了 看來要等一等才可以回來了 說回剛才出妝的問題 龍女選擇第一件裝就出雲諾王者很少見 不過她也很聰明 因為對著她是蒙多 一般來說都會選出一些血的裝備比較多 用來scale大技 而且這個蒙多第一件裝就出了震奮甲 魔防用來抗陷龍女 龍女雖然是AD加成但她做的魔法傷害 如果她出雲諾王者 打多一點物理輸出 可以繼續壓著這隻蒙多 剛才也看到 好成功單殺到蒙多 還推了兩座塔 非常可怕的一隻分推龍女 現在 暫時都沒有辦法阻擋她 蒙多要再多一點時間farm才行 要看看阿菲艾究竟做到什麼 暫時整場的表現都不算突出 而且有少少落後於Parser的這隻李星 遊戲再次開始了 看到HK已經冰臨城下 去到對方的野區當中 飛鞋再次相遇到Parser 配合這個Jungle 嘩 雖然雙閃 但仍然被人捉到 沒有辦法取消飛鞋的大技 所以Parser沒有閃耳的情況 只剩下那麼少血了 有沒有逃脫的機會 應該都逃脫的了 因為蒙多在後面也追著李星 HK突然一波亂了 各種各樣的操作 避開很多次 一個很厲害的Tag 被人炸中了之後 仍然未死 這個炸彈仔有沒有機會 開多一個Q 蒙多開一個Q 避開了 Parser有沒有機會就行了 嘩 回到兵仔那裡 但沒辦法 仍然被普攻擊殺到 中路這邊 HK開始給壓力 因為用了三個人來追我 兩隻Carry 嘗試先擊殺這個Annie 再拉到這一隻Z 但開多一個大技暈住 走通來到 一波爆發之後 亦都將Z擊倒了 冰藍乘客 背後兵仔已經去到 中路之中的二塔 亦都將這個二塔拿到 你找三個人來 擊殺我一個可愛的Parser 我就找三個人來 推回你的中路塔 總而是 你看到馬的Q 亦都一直在我上面 做一個分推 總而是 沒有人搜到他的情況下 就 成功推完二塔 塔數方面 其實HK已經拿了很多座塔 拿了五座塔 下一波的時候 他們會不會 想推下塔呢 沒錯 我想應該挺大機會 因為下塔 剩下一個唯一的外塔 而且 上路 馬的Q 給到非常大的壓力 已經推了半座的高地塔 非常大的一個傷害 而且令到對方 很大的壓力 那 究竟呢 要怎樣呢 才有機會 come back呢 G4G 會不會就這樣 要拱手相讓出他們的 一半金錢呢 很多喔 他們的一半金錢 其實都 對啊 都成二千多元 非常大的一個數字 但是看到他們都還沒有去放棄 看見到 鳳多也都嘗試努力繼續回回 那 G4G 這邊呢 終於拿回自己的紅Buff 不要讓你升 這麼快 Counter 盡快打了他 而 HK這邊呢 做著重整 嘗試拿回一些Buff 去拿回一些 叫做 整隊的一些資源 之後呢 嘗試會再組織一個攻勢 龍還有一分鐘之後才出 我相信他們下一個目標 就是下路的一個塔 好像你這麼說 因為見到他們已經集結了下路 賣得Q 繼續用他的那個分推 吸血 推兵的能力 去壓制著蒙多 不斷地帶壓力 給這個 G4G 上路 這個時候抓到 阿細 被人瞬間 就秒坐了 而上路這一邊呢 龍女呢 也都 不斷地輸出 迫了蒙多的一個閃遺 自己的大技 雖然沒錯 但是呢 又有空間可以繼續去摸這個塔 對 因為見到 龍女的車身很強 那看到菲亞呢 就一個大技 連同這個 希格斯也都交了一個大技 但是 避手了這個希格斯大技 沒錯 加一個閃遍 究竟他還有沒有機會走 開一個加速 安妮就在旁邊 應該進入射程範圍 沒錯 竟然選擇不開技 最後一個Q技 暈著他 扭回頭 還有公盜要拿一拿 但是呢 又是找三個人去追 中路呢 又有機會被UKHK推 第一波爆的 竟然是中路的高地塔 而下路同一方面呢 也都被這個Vin 即是志華 配合這個 可能成功拿到這個下路的塔 然後一次過又爆了兩個塔 之後 又再次刺激 差點擊殺 對 這樣換一個龍女 不是一個龍女 換兩座塔 抵不抵呢 那就見到志華一個大技 還有一個Q技 就把這個EZ炸了出來 但是 他以為殺到 但是那個點鍵是不夠傷 還是 明知殺不到 不敢再追 最近秀民 因為都知道隊友已經很快會出到來 支援了 其實他們都不需要打得那麼拼命 因為都 叫做控制住了 飛亞下來了 沒有任何人可以回上去 沒有閃現 被人逼住在下路這一邊 亦都被人一波一波又一波一波 控制 就控制了 李星亦都中了一個還有一個Q 但是 炸品仔在上路一邊 輸出 成功炸死了Parser 亦都為自己拿了一個Q-0-3 蒙到這個時候 在後面進來了 盾輻出 所以繼續留下了 就是Q-Link 3的希格斯 希格斯開出光盾 血量非常少 最後大技直接在他頭上剪斃了他 現在就是手痛追著蒙多 雖然蒙多也說很坦 但志華的輸出傷害實在太高了 就見到他已經一個死母 再加了各種裝備 就真的切坦地切 好久你都見到我的Q非常兇 站在這裡特意送你那個Q引你出來跟我打 用好小血已經換了你半條 Wina一個撞已經打了半條血 但竟然被阿細成功擊殺了 不錯的一個走位配合一個很準的Skillshot 把這個自由亞人頭收下了 也有一個shutdown 安哥也很善用他的技能 好 Affy追了出去的時候 就見到李星衝進去爆 沒錯 是一個虛染來的走開來的 我引你出來之後 我在另一邊爆 結果他被人抓住了 血量非常少 也被阿細擊殺到 突然間 在短短的幾分鐘之中 G4 Gym這邊拿了不少的擊殺 蒙多也TP了出來 後面 Parser中了一下的飛刀 把他踢走 保護了自己的隊友之後 各種的穿越走位 成功離開了危險的區域 這個時候有一條龍 似乎G4 Gym 為他們拿回第一條小龍 拿回一些經濟 對阿 問題就是龍女來了 他有沒有想著會搶到呢 應該都不會 因為他不是帶著一個smile的龍女 好可怕 這個龍女是頂住四個人傷害 繼續他不斷打Annie 而且把這個Jungler打到非常小血 而且自己這麼小的情況 仍然都不怕 繼續追著追著追著 嘩 仍然都不用死 一個打多少個 一個打四個 四個都不用死 可以自己殺到兩個人 對阿 亦都配合隊友 擊殺了伊札瑞爾 這個時候Parser找到這個蒙多 蒙多的血量剩下非常小 因為Parser是出攻裝 所以攻擊力非常不錯 一個Q亦都中了 配合這個 一個Line 成功將蒙多擊殺了 四個打龍 四個死了 對方一定不會給你機會 剛剛如果伊末蒙多 他可以早一點開大 可能 可以換到這個理性 然後看到 頂著塔也要打上下路的塔 然後 看到Hever 已經一個拉 就拉了一個飛鴉 但是也沒有追進去 因為始終 裡面 兵營裡面那兩座塔 都還在 都不敢說 dive塔 但是咦 原來已經被小兵爆了一座 不錯 因為快點Q在上面 太過騷擾了 不斷爆了 三個的敵刃都爆了 好了 這波最後一波會戰 相信賣得Q 是繼續一滴拳 不用死 不過最後 都終於要交出聖命 蒙多這個時候 去到人群之中 追著這隻的N哥 N哥 就未能夠擊殺EZ之外 繼續很危險的狀態 那麼 被這個蒙多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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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成功擊殺了 好了 蒙多繼續在人群之中 追著這隻的 李星 也都為他自己拿到一個雙殺 那竟然在最後這一波 用一隻飛鞋換了對方 全隊回來 那 其實可以說 HKA 也有點貪心 因為 其實自己殘血 而且 見到G4G 其實也有幾隊的首位 鑑員已經買了出來 一回到家裡 就衝出來 已經是滿血的情況 還要加上 這麼高的移速出來 去打你們 不是太多血 的 時候 會 有少少輸蝕 沒錯 那見到這個G4G 趁著這個空檔 嘗試吃花龍 貧食著這個蒙多 這個飛鞋 兩個%的傷害 那 這條巴龍的血量 已經剩下非常少了 可能這個時候 知道有問題 立刻跳下來 開一個大忌 嘗試蒙多抓住 蒙多開一個大忌 血量仍然有在 繼續保持一滴血 藍隊成功拿到這條巴龍之後 繼續追擊 因為HKA 知道這邊 你吃完這條巴龍 血量不多 但是都是support 換了support 這個時候飛鞋 是一個危險的處境 而伊紮瑞爾 竟然選擇走這個相反的方向 為他隊友爭取一些時間 結果他亦都被人擊殺了 整40秒的復活時間 有沒有機會分出來搜到這個 最後的主步呢 有沒有機會呢 就真的要看一下才知道 而G4G的最後一座 外塔亦都被小兵殺了 那竟然 HKA被Super Minion 擊殺了 而這個飛鞋 剛剛好避開了龍女的大技 竟然不用死 但是龍女已經決定 直接打你主步了 巴龍是吃到 但是已經要交出他這一場的 整場的比賽 那就輸了 在27分鐘左右 HKA贏了13至14K 成功勝出